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联合国贸易发展组织投资经济事务官员梁国勇 就是讲中国确实出现了资本外逃现象 当日的报告说2012年全球的外国直接投资量下降了18% 其中中国吸引外资的这个比重下降了2% 而2011年中国外商投资流入量增长8% 达到1240亿美金居世界第二位 并且连续20年保持了发展中国家首位仅次于美国 那按照这个报告讲说2012年就出问题了 文章里紧接着就提到资本外逃问题 他说一般是从热钱看得出来 比如每个月新增的外汇储备减去贸易顺差 外商直接投资以及部分利息的收入之后 如果是附属那就被认定为是热钱外流 国家外汇管理局曾经发现 2012年交易形成的外汇储备增加987亿 扣除进出口顺差 非金融部门直接投资的净流入等等四个稳定的贸易项目之后 差额是负的3200多亿美金 外管局讲说不能得出2012年在华热钱流出或者资本外逃 撤出是3200多亿 但是不过这种热钱减少的情况确实在增大 他出现了负数 出现了负数高达3200多亿 你说都是资金外逃的吗 咱不能这么说对吧 但是呢 你说他其中没有资金外逃吗 那如果2012年出现的负数高达3200多亿的话 我们刚才看到了另外一个数据 一年他只吸引1000多亿美金 那这一次外逃2012年出现的贸易贸易上的负数的话 外汇出现负数的话高达3000多亿的话 那也就是相当于两年甚至三年的外资投资 那这个差额一定是有人把钱弄出去了 那你说是外国人给弄出去了 中国人弄出去了 我个人觉得是国家机密 那事情没有这么凑巧的 其实呢在昨天前天微博上已经又传了 但是在昨天的微博上呢 我看呢 已经被微博删掉的一个比较重的微博 又加上了一些细节 跟这条消息是同一天出来的 咱看微博上给删掉的内容是什么 微博删掉内容 邓小平的孙子在这个苹果县的网站上消失了 我们记得前面曾经提到过 大概一个月前 说他孙子是这个县的副县长 网传邓家在澳洲买下了一条大街的办公楼 那咱就不知道是整条街给买下来还是怎么样 文章讲说 据中共当局的一个权威部门的高官透露说 邓小平之子邓朴方携款1000亿美元 已经逃离了中国去向不明 那同时邓小平的女儿以及他的孙子同时消失 那目前北京正在追踪其下落 他讲说官方没有公开辟谣 但是在网站上呢一直在删帖 这事是真的是假呢咱就不知道 但是事情呢是在这么传 他还提到说邓小平的唯一的孙子在今年5月份 曾经被任命为广西苹果县的副县长 但是在苹果县的县政府网站上找不到他的名字 这事儿十分蹊跷 另有消息讲说邓朴方的出逃是与美国中央情报局雇员斯诺登这件事情有关 斯诺登手上有的机密文件涉及到邓小平家里面一些不可告人的秘密 那邓朴方不得已才出逃 这是被删掉这条消息 那下面他还引用了彭博通信社曾经拿出了一个数据表明的邓小平的女婿贺平王震的儿子王军 以及陈云的儿子陈元他们三个人掌控的资产高达一万六千亿美金 这就是我们看到整个网上的消息 另外有另外一个消息比较有意思的吞塔上传的比较多的 那报道当中BBC的报道当中是这么说的 中国防火墙之父方冰兴辞去北游校长的职务 北京游电大学网站披露 有中国防火墙之父之称的北京游电大学校长方冰兴因为身体原因提出辞职 据说组织部已经接受了他的辞职 文章里这么说的 据说是在他微博上讲的 他说一场大病让他失去了能够熬夜奋战的资本 不能再像过去一样双颠挑 同时在学术上和管理上 那并说这也是我向主管部门提出不再连任北游校长职务的原因 然后他就提了怎么怎么样 文章里也提到他是争论式的人物 在Twitter上有人专门注册一个账号 就是每天骂他一句 每天骂完他关灯睡觉 每天骂完他拉灯睡觉 就是基本上这么说的 那他自己本身的年龄只有53岁 那网上也说他可能有癌症 那我自己的感触呢 是不是其中有个蹊跷 他只有53岁 以身体原因退下来呢 这是个对外的说辞 自己主动退下来呢 对自己有好处 对吧 不至于硬扛 而方 而他自己本身所代表的力量呢 在这篇文章最后有这么个说法 2011年底 方冰兴还聘请了原重庆市副市长王立军为北京邮电大学客座教授 在聘用一世上称王立军为不愧是铁鞋警魂的警戒铁腕 而且还是一个温文尔雅的学者 具有独特的文化创意思维 王立军出世之后 那北京邮电大学官方网站删除了有关王立军被聘为客座教授的消息 所以在我个人的看法呢 方冰兴这个时候辞职的话 这个时候下来的话 以身体的原因 搞不好跟薄熙来那件事情有关 搞不好我们看到 这个原来的四川省副省长姓郭的被拿下呢 说跟周永康有关 应该说 这个习近平在政治局里面摊牌公开化 跟这一连串的内容之间是相关联的 在我的眼睛里是相关联的 所以方冰兴能否后面没事 是个问号 据说重庆市的市长 那哥们也交班了 所以这应该是整个的一盘棋 换个角度讲 最近去职的人 下来的人 你可以顺着薄熙来周永康这条线往上追 应该是这整个事件当中的一小部分 那昨天有个朋友呢 在我的Facebook上留了这么一句话了 是他自己感慨 他说陶哥说善的力量是超乎想象的 他讲说深感认同 以神明 以佛菩萨判断善恶的标准坚定不移的走下去 定是涅槃的彼岸 不只是人类 众生现世分分秒秒所发生的一切千百亿年前 早已有了定数 如同你我 皆能忘到数万亿年前的星光 事在人为是个假象 成败在天是个本质 但人类固执的也换也真 只路为马 或许对或许不对 但愿有缘人做个赌徒 回向近期所发生的事情 让我有感而发 与大家与陶哥共勉 那发生了什么事情朋友没说 肯定跟他自己有关 每一个人我们现实的生活当中 都会有着早已有着定数的感觉 只不过你被现实的利益 蒙蔽着自己的双眼 这个现实的环境太现实了 太诱惑了 但是当你去抓的时候 你就会发觉你永远抓不到根本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能从这个环境本身脱离出来 大家作为人 作为一个生命能够有所体悟 能够控制自己摆脱这种诱惑 我们换个角度上说 拒绝邪恶保住自己人性 可能等待的真的是一个 你我都无法想象的辉煌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